又有名人的儿子卷入犯罪事件 桃园警方破获一间大麻工厂 逮捕了32人 而其中有一名绰号叫做土司哥的帮派分子 就是立委黄仁淑的儿子 黄仁淑今天跟他担任桃园县议员的太太 一起出面向社会大众道歉 而对于有媒体报道 他的儿子就是仗着父母的权势 在地方上胡作非为 黄仁淑特别强调 他绝对没有干涉警方办案 立委黄仁淑和太太鞠躬向社会大众道歉 都是为了儿子黄仁淑 谈成当年因为扩张事业版图 才会疏忽对小孩的关心及教育 对于孩子的偏差行为 黄仁淑感到很沉痛 桃园检警周二兵分多路 在中立市一处民宅 破获了全国最大的大麻工厂 除了查扣现场200多株大麻外 涉嫌种植大麻的嫌犯 陈宏伟等32人也统统被警方带回警局 而这些带回的嫌犯 都是天道蒙正义会的成员 其中一名嫌犯就是现任立委黄仁淑的二儿子 绰号土司哥的黄仁淑 警方政治还怀疑 日前中立警车遭砸毁的案件 也都和黄仁淑有关 对于有平面媒体报道 儿子仗着父母的权势 在地方胡作非为 让警方不敢侦办 黄仁淑则强调绝对没有干涉警方办案 他说会继续规劝儿子不要沉沦 也希望社会能给黄仁淑一个正面的鼓励和机会 记者我有与徐正俊台北报道